发牌制度产生它有的历生 弥然性 但是它一点都能演变成为 它自觉不自觉的 会带上很多 官和商利益一致性的 一种垄断行为 这是很尖锐的一个话题 而且它是有价的 全力行住的另外一个派出 而它把全力行住 表现成为好像还振振有词 还为了保护弱势 保护投资者 这是我现在很反对 一说都是加密货币的事情 香港现在一共是3000家 还是4000家 实际上是公司吧 一乎一半或者一半以上 都成了仙谷 仙谷零点几 造成这个现象 难道监管不需要负责任 难道因为我要符合这个监管 形成的庞大的 相当庞大一关的 实力者建成 实力者建成 这个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制度性垄断 和制度性的腐败 比看得见明显的腐败更可怕